在汉末乱剧中 星际又灭亡的歌剧势力还有很多 本期大锤就要跟列位读者听友聊一聊 在之前的刘烟章回中 曾经出现过的重要人物 同时也是汉末诸侯歌剧中 一个不闹了起眼的诸侯歌剧汉中的汉民太守张鲁 咱们之前在刘烟的章回中提到过 刘烟在成功镇压掉 益州本土豪强贾龙等人的武装反抗之后 派遣其部下都役司马张鲁和别部司马张修 带兵进攻汉中 杀掉了朝廷原配的汉中太守苏国 随后张鲁又火兵掉了张修 逐步摆脱了刘烟刘彰的下属地位 成为盘踞汉中的一个歌剧势力 他这顶汉民太守的帽子 是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之后 无论是当时掌握东汉朝廷实权的曹操 还是被架空的汉县地 都对这个盘踞汉中的张鲁边朝末起 因此送了他一顶汉民太守的帽子 算是对张鲁入侵 并占据汉中的一个官方承认 张鲁在汉中的统治时间很长 从刘烟公元192年 开始派遣张鲁等人攻略汉中 到公元215年 曹操带兵进攻汉中 张鲁投降 前后大约20多年 算是汉末军阀割据的时间比较长的 关于张鲁控制汉中之后的举动 史书记载还是比较充分的 比如他搞政教合一的统治 把吴斗米道与自身统治结合起来 以及后来与益州刘彰之间 互相多年的征战 到接纳逃难而来的马朝 再到投降曹操等等 这些正史内容 也大部分被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完整呈现 而关于张鲁是如何成为汉中之主的 正式记录的资料就比较少了 因此三国演义直到中断时 才在马朝兵败同关之后 让张鲁正式出场 这时候的张鲁已经是汉宁太守了 一般关于张鲁的起家 论述就是他的爷张铃 就在四川传播道教 张铃死后 他儿子也就是张鲁的爹张衡 继续传播并发扬壮大了四川当地的五斗米道 而张鲁就是五斗米道的第三代头 至于张鲁是怎么成为刘烟帐下的独一丝马 正式有一段非常少而不移的暗示性材料 大致内容是说 张鲁他妈也就是张衡的老婆 长得年轻漂亮 也跟张衡一样 通晓鬼神之术 并经常出入刘烟府邸 并在张鲁他妈的斡旋之下 张鲁成功败入刘烟门下 成为其手下 这才有了后来张鲁作为刘烟部下 将领带兵近战汉中的故事 在正式中 这个暗示是非常不好的暗示 因为明确说张鲁他妈长得年轻漂亮 不显老 还经常出入刘烟家 在张鲁他妈的活动之下 刘烟对张鲁非常信任 并给予了提报 因此从这些正式提供的暗示中 不难推测张鲁之所以能够得到刘烟的力捧 估计张鲁他妈跟刘烟达成了某些少儿不移的交易 但是随着张鲁语意丰满 在汉中打死同行的张修之后 张鲁基本算是脱离了刘烟势力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疑问 一个在刘烟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张鲁 当时受封的只不过是 刘烟自己搞的官职明目独一丝马 属于内部思乡授手 朝廷是不认的 而跟张鲁一起进攻汉中的张修 则是真正的有兵权的别不司马 虽然都是司马 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张修这个司马是东汉王朝的正式编制 受朝廷承认的 应该说 从职务来说 进攻汉中使张修为主 张鲁为次 这个是很明确的 为什么张鲁突然就变得非常有实力 秒杀掉同行的张修 成为汉中之主呢 后世有学者对此解释说 这是因为张鲁同时继承了 五斗米道三代目的身份 因此有较为强大的宗教号召力 但是目前的正式资料 并不支持张鲁当时拥有强大的 五斗米道宗教力量 在正式资料中 关于五斗米道的叙述 是自相矛盾的 在正式三国治裴松之的著中写道 当时黄金起义天下大乱时 东面的张角和汉中的张修是并列的 而且五斗米道大部分活动的组织者都是张修 并没有张鲁他爹张衡什么事情 尤其是公元184年 也就是黄金起义全面爆发这一年 张修也在汉中发动了起义 能聚集五斗米道人众组织起义 张修在五斗米道的地位可见一斑 可以说张灵张衡搞出来的五斗米道 在张修这里得到了壮大 并且张修拥有了教中的实权 而张鲁虽然有血缘上的优势 是幼年教主 却因为年幼丧父 而并不具有与张修对抗的实力 同时我们也能够推测 公元184年 张修第一次汉中起义失败之后 逃到一周 后来被一周母流燕收编 成为其进攻汉中的急先锋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张修实际是一个归顺刘烟的将将的角色 那么我们也同样不难理解 为什么刘烟会派遣当时比较信任的张鲁 去跟着张修 充当监督这么个角色 而且请注意 张鲁张修虽然同属五斗米道 但是刘烟也是一个玩政治的狠人 他能够把一周本土豪强玩团团转 派张鲁去牵制张修这个举动 也不会仅仅是因为张鲁他妈的缘故而随意为之 至少刘烟能够确定 张鲁和张修不是一伙的 这才能互相监督 这也说明了 在五斗米道内 张修这个实际掌权人 与张鲁这个民意继承人之间 是有巨大矛盾的 虽然以上推断从逻辑来说 是成立的 但是还是缺乏足够的证据 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因为在这部分内容 基本参考的是正式的一般叙述 所以也没有提到张修 后世的我们 只能够根据零星的张鲁张修 这段时间的史料 给大家讲一个完全根据推断而成的虚拟故事 五斗米道创立之后 初代目张鲁和二代目张恒相继死亡 而三代目张鲁还年幼 这时候张修作为教宗实权人物 控制了五斗米道 教主一双孤儿寡母无力对抗张修 不惜以美色投靠刘烟 等到三代目张鲁长大成人之后 终于获得了教内名正言顺的继承权 这时候在汉中攻略战中 突袭杀死张修 夺回了五斗米道的控制权 事后又在教内抹掉了张修所有的活动痕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